第258集 荒唐 是小七给我的 朱仲军道 说吧就要去拿 皇帝顺手接了过来 知道是顾锦织绣的 皇帝又看了一遍 还是忍不住笑了一会儿 太后也笑 朱仲军就嘟起嘴巴 有点不高兴了 皇帝值得把箱袋还给他 小七不学真线了吗 皇帝对太后说道 学 朱仲军立马大声道 手都戳破了 那个师父还骂他 他做了这个给我 他说他学会了 惹得太后大笑 这根本不算学会了的 过了年 哀家从宫里的针线上挑个嬷嬷 送到顾家去 太后最后道 小七在家里跟老爷子亲 从小读医药书 娘又疼他 不肯在真信上下苦功夫 皇帝也表示赞同 郭锦织的伙计实在找不到恭维的地方 小七下了苦功夫的 朱仲军反驳道 小七说 将来一上鞋腕有针线上的人 他只要做我的衣裳 小七做的我都喜欢 太后忍不住笑 那么丑的相当 朱仲军居然说喜欢 皇帝就看了一眼自己的傻弟弟 这个弟弟对顾锦织特别的依赖和喜欢 这种感觉 皇帝自己从来没有过 他属然很想知道 这是种什么感觉 不过 他应该不会有 因为他不是傻子 这大概就是老天爷的公平吧 傻子也会得到正常人难以拥有的东西 小七不喜欢学针线 朱仲军借借地拉了拉太后的衣袖 他是听见了太后说 派个嬷嬷去教顾锦织 怕顾锦织委屈 不愿意学 这果然是有了媳妇忘了娘的 好好好 不喜欢就不学 太后哄着朱仲军 朱仲军甜甜地笑 他转身又去逗两位公主玩 一家人其乐融融的 到了下午 好几位奉仗回京过年的王爷 都带着家眷进宫 昆宁宫就挤满了人 除了老二南昌王 朱仲军其他人都不认识 他就往太后怀里钻 皇帝兄弟六人 除了老四又年夭折 其他的都去了封地 三王爷和五王爷 如今一个在湖南 一个在山西 这两兄弟去了封地之后 就吃喝玩乐 不思进去 整两个顽固 特别是老三 霸占民田 抢占民女民妻 荒淫无道 今年还被百姓 告到了顺天府 皇帝判了心腹去查 三王爷并没有暗中操练兵满 他的钱都花在吃喝玩乐上了 按照组织 每位王爷应该有三只护卫军 每只最少两千人 而三王爷把钱挥霍在大四玩乐享受上 府上只有四千护卫军 这四千护卫军 他还是多报了 糊弄朝廷和其他王爷的 其实 他只有两千多护卫军 基于这些 皇帝对他的顽固 就睁直眼 闭直眼了 不过 既然进京了 该教训 还是要教训的 用晚膳之前 皇帝就一直在骂三王爷 当着太后和众位妃子 王爷 王妃 措辞严厉地指责三王爷荒唐 三王爷黑黑笑 也不反驳 只是听着 太后就打圆场 笑着对皇帝道 他真有错 皇上到朝堂上去骂他 今日是除夕 皇上也让我们娘们 过个好年 皇帝值得停止了 对三王爷的解满 除了这件事 整个除夕夜的气氛 还是挺好的 太后一晚上的心情都不错 所以众人说笑也大胆 皇帝也陪笑着 吃了年夜饭 众人陪太后守岁 南昌王妃和宫里的两位贵人 怀了身子 有点精力不济 太后就让人送两位贵人回宫 又让陈姑姑亲自安排南昌王妃去心下 朱种君沉默着 各种各样的情绪 很突兴地涌上了心头 让他有点不知所措 他就装作昏昏沉沉的想睡觉 太后让人服侍他 就在昆宁宫的偏殿里卸下了 账漫放下来 床里头一片漆黑 朱种君睁大了双目 看着床顶 好半晌 他的眼睛才适应了黑暗 能瞧着床外抗颈上如豆的孤灯 发出幽淡的光线 缕缕薄光 慢慢透进来 仗底的牡丹花纹 有点扭曲 似某个神秘的图腾 朱种君很不喜欢除夕 前世的时候 他经常把顾锦之和容南丢在家里 他一个人在外头过年 有时候陪着领导出去 并不需要朱种君亲力亲为 他却总要争取那个机会 只有如此 他才能安心地说服自己 他并没有丢下妻子儿子 他只是比较忙 和顾锦之闹翻诗后 哪怕没有工作 朱种君也不回去过年 顾锦之倒是每年都去 从来不缺席 虽然他事后总会抱怨 去朱家吃年夜饭 太过于折磨人 他第一次不喜欢除夕 是因为六岁那年的年三十二早上 他和母亲那月二十九去了外婆家 在外婆家歇一夜 次日下午赶回朱家老宅 和众人一起吃年夜饭 所以他年三十二早上醒来 是在外婆家 外公是早年就退居二线 当时经理很多领导 都是外公的下属 外公退休后 外公的某个学生 专门披了处建会所的地 给外公建了个养老别墅 那房子前面有热大的网球场 室外游泳池 后面是小小的山丘 早晨没有风 天气居然有些暖和 外公和外婆在后面山坡散步 周仲军那时候才六岁 他趴在窗口看了一会儿 就想下楼去玩 走到楼梯口的时候 他隐约听到了三楼 有人说笑的声音 他念手念脚地走上去 轻轻推开虚掩着的门 看到了他的二伯 躺在他母亲的床上 二伯赤裸着上半身 和母亲说话 而母亲正在穿衣上 丝毫不避讳 朱仲军很早熟 他自然知道这是做什么 当时他就愣住了 站在门口 直到母亲发现了他 尖叫一声 猛然关上了房门 那房门差点撞上了朱仲军的脸 他浑浑噩噩地下楼去了 而后母亲跟他说 二伯早上来看朱仲军的 接朱仲军回去过除夕 母亲甚至编了套理由 希望蒙骗才六岁的朱仲军 朱仲军冷冷地说 你和二伯睡觉了 我去告诉爸爸 当时母亲脸色煞白 紧紧攥住了朱仲军的手 他大概没想到 朱仲军能说出那么一句话来 二伯却是笑咪咪的 丝毫不觉得愧疚 外公和外婆散步回来 看到二伯和他打招呼 也不觉得有什么别扭的 外婆对二伯甚至有点亲疑 外公外婆知道母亲和二伯的事 他们并不加以制止 朱仲军用小的心 被什么重重的撞了 后来母亲几次要求他 不准把这件事告诉父亲 除夕夜的噩梦困扰了朱仲军好几年 直到他母亲去世了 朱仲军一生都没有原谅过他的母亲 母亲和二伯似乎从来就没有断过 家里不少人知道 大家都维持表面上的和平 做着利益最大化的决定 谁也不想多管闲事 有了母亲和二伯的乱伦丑事 后来父亲在外面和女人勾勾搭搭的 朱仲军就见怪不怪了 父母在家里依旧和睦恩爱 有时候夜里还能听到 他们在楼上的鸡肋战况 朱仲军为此作悟 他们彼此不忠 却依旧彼此昏暗 难道不觉得恶心吗 可能是这样的家庭 造成了朱仲军更加早熟 那时候他想 他要弄死他们 叫他们胡作非为 他想成为家主 整顿家方 对那些藏物纳垢的行为 速整延半 这大概就是他从政的初衷 一步步想着往上爬 却是被他父亲逼迫的 他十三那年 出了次车祸 一辆大货车失控 直接撞向了他 非常幸运的是 现场有位武警 跳过来把他抱起来 躲开了 他的胳膊舌了 那位警官脸擦伤了点 那时候 朱仲军觉得 他不应该死的 老天爷肯定 给他安排了什么命运 才让他在如此 凶险的情况下被救 三个月后 他在父亲书房门口 听到了急剧的吵闹声 二伯说 你简直是个畜生 他到底是你养了十几年的儿子 你居然想满胸杀他 你还是不是人 他只是个十三岁的孩子 哼 又不是我的儿子 父亲的声音 依旧保持温和平稳 看到他 我就看到了一顶 硕大无比的绿帽子 他不死 我如何甘心 中军不是我的儿子 二伯愤怒吼道 你还要我说多少遍 现在科技这么发达 你大可去做亲子鉴定 哎 真的不是我的呢 父亲笑着说 我现在还存了份儿侥幸 做了亲子鉴定 若真的不是 你们三个都死了 都难以平复我的心 如今 我只恨他 他死了 咱们还是兄弟 我和他还是夫妻 什么也没有 天下太平 是不是啊 二哥 这大概是朱仲军一生 听过最残忍的话 后来 顾景之总问朱仲军 你为什么没有安全感 为什么那么重视痊愈 为什么总和公共 二伯过不去 为什么跟婆婆关系不好 为什么呢 朱仲军想 因为是没缘分 没缘分做父子 没缘分做亲人 他们应该是世仇投生 在投生的时候喝孟婆汤 两个人都少喝了几口 所以不像其他人家的父子相亲相爱 相互付出 他们依旧想弄死彼此 朱仲军战争兢兢的长大了 他长大之后 也遇到过两次事故 不知道是不是人为 他没有去查 只是全部算到了他父亲头上 就像他父亲 把妻子的不忠 算到他这个儿子的头上一样 朱仲军到死 也不知道他到底是谁的儿子 不管是谁的儿子 他都感到羞耻 所以没有去求证 到了这一刻 他突然有点想知道了 前世 顾锦芝总是不明白 朱仲军和他父母的关系 为什么不好 他问过多次 朱仲军到了晚年 才有点后悔 当时没有告诉他 也仅仅是有点后悔 并不是非常想要告诉他 那时候觉得很恶心 每次顾锦芝问 他都要发一次脾气 他看着自己心爱的女人 眼底的光芒见脸 失望扶上来 他也很难过 于是他更加生气 更加恨自己的父母 如果当初告诉了顾锦芝 他会不会更加理解他 他会不会觉得 其实他并不是天生 六亲不认的人 他也并不是个重痊愈的人 没有这种如果 朱仲军想 哪怕是现在 他仍说不出口 特别是对着顾锦芝 那双干净的眼睛 他更加不愿意 让那些肮脏 去污染他的唇尽 不知不觉 时间已经过去了很久 朱仲军听到外头烟花 爆破的声音 叶已经深了 皇上叫人放烟花 给摊护取了 朱仲军有点想起来看 他犹豫了一下 还是爬起来 不管皇帝怎么看 朱仲军都想试试 做好太后的儿子 他也不是觉得太后有多好 他只是想换种态度 去生活